驾驭不了的红毯造型 第一位 袁珊珊 袁珊珊在出席挚爱大赏红毯时 穿了一身粉色睡衣就来了 抢镜是很抢镜 但八笔粉她实在是驾驭不了 不仅显得她皮肤暗黄 而且还特别俗气 第二位 居静一 居静一在出席微博之夜红毯时 穿了绿色鱼卫裙 近看到是没啥 妆容精致状态特别好 镜头拉远的那一刻暴露了她的真实身高 这礼服让她穿出了五五分的世界效果 第三位 周冬雨 周冬雨和居静一一样属于小个子女性 但她偏偏爱走成熟欲解锋 这套黑色裙子穿在她身上根本驾驭不了 本身个子不算高 而且没有傲人的上围 真的不适合这种带着女人味的裙子 第四位 欧阳娜娜 欧阳娜娜在出席星动之夜红毯时 穿了一件漏娟蓬蓬纱裙 身材管理欠缺的她 还真的很难驾驭这类裙子 露肩膀的长裙本就很容易显壮 让她瞬间有了150斤的既视感 第五位 沈月 沈月在红毯上也出现过用力过猛的情况 比如这身珠光宝器的黑色套装 不但和沈月凌家妹妹的甜美气质完全不符合 更让娇小身材的她 看起来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子